现代人外食比例越来越高 且饮食习惯偏向高脂肪、低纤维及多红肉 加上缺乏运动进而导致大肠癌发生 根据国建署资料显示 大肠癌筛检发现的病变有94.2% 是处于癌前病变及0到2期癌症 愈后极佳 而非筛检发现癌症仅43.1% 处于早期 因为我们大肠癌其实它在 我们在肠臂上长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像我们这个手指头一样 我们肠臂上的这一些肿瘤所谓的大肠癌 它一开始它是一个息肉的状态 息肉它其实是在肠臂最浅的一层 在最浅的这一层往下是有黏膜层、黏膜下层 还有肌肉层这样的 一开始的息肉它就是站在最浅的这个层 最浅的这个层我们要怎么样去发现它呢 其实任何人在外观上是看不出来的 最好的方法就是做这个论便的筛检 筛检来帮助我们找出最有可能得到大肠癌的病人 筛检是阳性的病人 每20个人就有一个 就是5%的机会是有大肠癌 那30%以上的人会有这个洗肉的可能性 所以筛检 然后接着这个筛检有异常的病人 然后透过这个大肠镜的一个检查 然后移除了这个 有可能以后会向下发展 然后会转移 会造成进阶癌症的这种可能 所以这个可以仿制后面这个大肠癌的一个发生 那我想这个东西已经推行了非常非常多年 那不管在全国或在台北市 其实效果都是非常非常好 卫生局表示113年台北市举办143场整合性筛检活动 韩瓜所有行政区且平均每周就有两场次 民众只要攜带健保卡和身份证就可以参加 那台北市这个癌症筛检 达到54万余人次 那成人检检也有17万余人 那已经回复到了108年的这个疫情前的一个水准 那为了持续照顾我们市民的健康 还有提供便利的这个检查的服务 那台北市呢整合性的这个筛检活动 已经举办了21年了 那今年的话会办理143场 那较去年的话增加13场 那是历年场次最多的 那平均每个礼拜呢 会有两场的这个筛检的活动 那活动呢提供七大项的一站式的健康检查 包括子宫颈癌还有乳癌大肠癌 口腔癌肺癌等五项的癌症的筛检 还有成人健康检查 及BC型肝炎的筛检 那此外呢分析这个国民健康署的癌症等级的资料 台北市50岁以上的这个大肠癌的发生率呢 因为配合这个公费的筛检的推动 有逐年的这个渐缓 但是呢没有被公费筛检涵盖的这个45到49岁这个族群呢 却有增加的情形 因此呢台北市在今年呢 我们整合性筛检呢 扩大45到49岁这个族群 只要是符合这个成人健检资格者 就可以加做大肠癌的筛检 卫生局提醒 健检同时还可以参加台北通健康集点活动 符合活动资格者 每完成一项指定健检或异常负检 即可兑换悠悠悠卡加值金100元 总奖励高达490万元 记者联系会台北报道 卫生局公司联系统